1月1日,当我们刚刚跨进2021年,特斯拉就放大招了,官网宣布Model Y开始接受预定,而且价格低的逆谱。 以往,Model Y的价格大概在40多万,而这一次特斯拉直降16万,最低不到34万,你就能把一辆特斯拉的SUV开回家了。 见过降价的,没见过降价这么狠的,过去这一年,我们已经耳闻目睹过很多次特斯拉的降价了,然而这一次降的实在是过于离谱了,原本你买这辆车要接近50万,现在30万出头就买到了。 很多人评价说,这简直是在用做手机的方式来做汽车,而且特斯拉的销售体系是很透明的。 这辆车你在北京买是这个价,你在上海买是这个价,你在海南买也是这个价,对于很多买传统油车的人来讲,价格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经常在各大论坛上,车友们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多少钱拿下来的?没办法,买车除了要比较车型,你还要跟4S店的人斗智斗勇,不断的用话把人家的最低价套出来。 更可恨的是,同样一款车型啊,全国各个城市售价还不一样。 有的时候你真是压根痒痒的看着论坛上啊,别的城市的车友很低的价格买到了,结果你到你这个城市4S店去问,人家就是没有这么低价。 而且别的城市4S店还得跟你讲啊,我们这个价只在我们这个省份销售,因为我们有这个地域保护价格。 而特斯拉一切都是那么透明,官方定价就是实际销售价,根本没有什么中间商涨差价,你也不需要跟4S店斗智斗勇。 更关键的是,人家每隔一段时间就降价啊,对于老车主来讲,是,大家有点不愤,凭什么我刚买这个车,没过几个月它就降价了。 可问题是,手机不也是这样吗?电子产品不也是这样吗? 特斯拉它不是电动车吗?它的出现就是要颠覆整个汽车行业呀。 降价有没有人骂?当然有人骂了,但是更多的人是窃喜高兴,短短几天之内啊,特斯拉官网简直要被挤爆了,预定量超过了10万辆。 本来特斯拉号称啊,你当月订购,当月就能交付,由于这个订单量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连交付时间都得往后压了,没办法,对于消费者来讲,降价就是实打实的优惠啊。 而且,按照特斯拉的做法,在未来半年,它可能还有几轮降价,那么它未来的产量将会冲得更高。 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啊,特斯拉本来预期的计划是年产50万辆汽车,最后盘点下来,就差几百辆就达到了这个数字。 而2020年呢,据说上海工厂就准备完成百万辆的产能。 有人说啊,特斯拉必须降价,因为特斯拉跟上海政府签了对赌协议,上海提供了大量的土地低息的贷款, 而特斯拉未来必须卖出大量的汽车以保证交给上海市政府足够的税收,这是一个双赢的行为。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进,特斯拉必须以价换量,只有多降价才能把销售量扩张上去,才能完成和上海市政府的对赌协议。 这当然是一方面,然而另一方面,特斯拉的降价,特斯拉的扩量,一切都在马斯克的精心设计之中。 汽车领域可是个门槛非常高的产业,美国号称车轮上的国家,可是在特斯拉诞生之前快一百年了, 美国没有新的汽车品牌出现,对于全球各国来讲,我们使用汽油车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似乎所有人都认为汽油车将一直统治汽车产业,新能源车你想打开一个缺口是很难的。 然而,特斯拉做到了,马斯克的战略是一以贯之的,从十几年前特斯拉问世的时候, 马斯克就定下了一个基本发展规范,那就是最开始要打造电动跑车, 特斯拉的跑车要足以媲美世界上最豪华的跑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特斯拉构造一个足够高端的品牌形象。 虽然那个时候一年特斯拉才能生产个一两千辆车,但是每辆车都要卖十几万美元上百万人民币, 真正能够购买特斯拉汽车的都是达官贵人,明星富豪。 特斯拉的高端跑车一方面帮助特斯拉构筑了品牌形象, 另一方面也确实回拢了相当量的资金,以助于特斯拉进一步的研发。 高端品牌形象建立之后,特斯拉转而去生产中高端汽车, 比如说几年前的Model S,当时Model S刚推出的时候,售价堪比奔驰S级和宝马7系, 虽然这么高的价格去买一辆电动车,但是还是有大把的人趋之若鹜的。 Model S和Model X的成功,进一步帮特斯拉扩大了产能,回笼了资金。 而马斯克的下一步战略规划早就定好了, 他要做电动车的丰田本田,而不是电动车的奔驰宝马。 马斯克早就准备进一步降低特斯拉汽车的门槛, 让更多的人买得起特斯拉汽车, 而同时特斯拉汽车的销量将几何级数的增长。 所以未来特斯拉汽车将进一步降价, 当然它的产量和销量也将进一步提升。 特斯拉像一条鲶鱼啊,不单扰动了整个中国电动车市场, 更关键的是它对于世界汽车产业的扰动也是非常巨大的。 前些日子我们跟大家聊, 丰田汽车的总裁丰田张南在日本国内发表演讲, 他几乎是声泪俱下的控诉啊, 说欧洲很多国家在未来十年已经不准备卖汽油车了, 日本竟然也要这样搞, 这是置日本汽车产业于何地啊? 丰田张南说, 你们知道吗? 如果我们把日本的所有汽车都换成电动车, 那么夏天的时候用电高峰, 日本全年的发电量都不够电动车用的呀。 而且对于日本这个国家来讲, 难道电的污染就少一些吗? 日本的电不也是燃烧石油和煤来发出来的吗? 这跟汽油车直接使用汽油又有什么区别呢? 丰田确实紧张了, 不光丰田啊, 几乎世界上所有汽油车厂家都紧张啊。 特斯拉的成功, 与其说打压了我国其他的电动车品牌, 不如说对整个汽车领域的打击都是很严重的。 今天在股市上, 特斯拉的市值一路飙升, 以至于我们预计啊, 用不了多久, 马斯克将成为世界首富。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 马斯克的身家已经翻了几番了。 特斯拉今天的市值超过世界所有其他汽油车厂商, 甚至有人说啊, 日本的所有汽车厂商加起来, 市值都没有特斯拉高。 大家别忘了, 对于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强国, 汽车业已经经营上百年了呀。 然而, 投资者向来是看未来不看现在的。 大让的投资者明白, 特斯拉代表着未来啊, 再过五年十年, 很多国家都不让销售汽油车了, 那未来可不就是电动车的天下吗?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啊, 不光特斯拉的股价在涨, 我国电动车品牌的股价也一直在飙升啊。 所以我们明白丰田张楠为什么着急了吧? 因为他现在代表的是一个纯纯的西洋产业啊, 可能不做出调整的话, 五年十年之后, 丰田将跟其他日本家电品牌一样, 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啊。 而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经济体来讲, 汽车产业呢绝对是支柱产业了。 日本有七大汽车品牌, 日本有六百万人直接从事于汽车行业, 日本汽车业的产值占JDP的相当比重啊。 如果未来有一天, 满世界卖的都是电动车, 而在各国的限制之下, 日本汽车版图不断萎缩, 出口量越来越小。 那么对于日本经济来讲, 未尝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啊。 其实特斯拉所搅动的, 甚至不只是汽车业。 大家知道在市场上, 什么基金在狂买特斯拉的股票吗? 沙特的主权财富基金。 是的, 对于土豪国来讲, 过去这几十年日子过得实在是太悠闲自在了。 我这个石油啊, 开采成本极低, 简直就像用水瓢往外摇水一样。 而我这个石油啊, 全球各个国家都需求, 因此我靠卖石油就卖出个幸福生活。 然而, 一方面, 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在叫嚷的石油枯竭, 没有出现啊。 石油越采越多了, 甚至美国页岩油革命都成功了。 而另一方面, 可能再过五年十年, 汽车不用石油了。 现在有很多城市, 那个公交车就是纯电动的了。 那么, 我以后沙特大量的石油卖给谁呀? 所以啊, 沙特人早就居安四危的大量抢购电动车的股票了。 这也是一种未雨绸缪啊。 也就是说, 未来电动车的大行其道, 不单打击传统汽油车厂商, 更会打击整个石油产业呀。 甚至在电动车的带动下, 传统的汽车强国, 日本呢, 韩国呀, 德国呀, 他们的经济都将深受其害, 而反过来讲, 在电动车领域拔得头筹的中美两国将因为占据了先机而会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就像手机领域一样, 今天, 世界范围来看, 除了苹果三星, 就是中国的几个手机品牌了, 其他各国的手机品牌, 不管是日本还是西欧, 甚至是印度都已经近乎于消亡了。 而对于传统汽车厂商而言, 如果不能及时做出调整, 任由特斯拉做大, 那么未来汽车领域将是下一个手机呀。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